OK 那 OK那欢迎大家进来喔 那你待会如果问问题的话你可以直接 使用麦克风语音问问题 或者是在这边我们会有一个 即时通讯的部分 那你也可以在这里 贴给我你要的东西 那所以今天的状况比较意外 所以我们就改用这样的方式 OK 那目前 慢慢的同学进来 那我看一下 状况 OK那就请各位呢先 先下载一下我们的专案 好 好那你把你的专案先更新一下 好 那专案 我们的SP专案 那因为我今天是使用Mac 所以跟各位的操作不太一样 因为我刚发现脸书不行 在Windows不行 我以为Mac可以 所以转到Mac之后发现还是不行 所以是脸书的问题 OK那请各位先在这个SP底下先做 git pool origin master 先git pool origin master 同学们先做这件事 好那我想让各位先试一下你们的发言 可不可以 那 我这边稍微看一下有哪些人进来 好 OK那 目前有王子恒 吴杰安 徐希瑶 汪子齐 张仲恩 陈又诚 陈凯明 廖政君 蔡宗华 中轩 OK那我想看看 大家能不能发言 所以我现在先随便点几个人来发言一下好了 那看看那个 中轩在线上吗可以发言一下吗 对 OK好可以 好那这样OK没问题 那其他同学应该都可以发言 好我看一下 那个 OK 王子恒可以发言吗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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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没问题都可以很清楚的听到我的声音 哦 好OK 可以可以可以 好那就没问题我们就开始上课 好 好那我们 请各位先更新之后呢 我们就 开始上今天的课程 那今天的课程呢 我们 想要再度回到 坎派了来看 那 在看坎派了之前我们先看一下 呃 呃 组合语言的 反主义部分 所以请各位先到这边 HASM这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呃我们 用这个 呃 Open Terminal 那因为我这个程式原本都是在Windows测试的 那在这边 我不确定有没有问题 我们先 看一下 好 好 好我现在编译一下 呃这里 哦不是 HDSM 好 好那这里我这边发现了几个 bug 那我稍微 呃 稍微修一下好了 他说第57行 你们的应该不会有因为你们Windows的 那我 我的Mac的 所以我 我先看一下 第57行这边因为他 到这边没有 没有传回字 所以 DISASM 这里 我就 就这个改成VOID好了 这样子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好那第65行 第65行 这个也是没有传回字 那这个 就这样 试试看 好那这边 第65行 DISASM 这里说 INT16T 跟 UINT16T 那这里 对 IM IM 是一个 INT16T的档案 指令记忆体 但是我们这里传进来之后 却给他的UINT16T 所以 这里需要修一下 OK 这里 应该是把IM改成UINT16T 感觉形态有点 不太对 OK 稍等一下 我稍微修一下 今天状况比较多 OK好 这个我这边编译过了 各位你那边应该 是可以编译的过 我在Windows做过 好 好我们打 HDSM ADD.bin 那你就会看到说OK 这个ADD.bin 是我们从前用主意器 就是hack CPU我们自己写了一个主意器 把它主意过来的 那主意完之后 就变成一个二进位的档案 这是一个二进位的档案 那我们如果 有没有办法写一个程式把主 主意出来的二进位档案再返回去变成组合员 那答案应该 绝对是有的 因为我们 之前一直 曾经用OBC dump也做过 你加D参数它可以把组合 机器码再转 转回组合员 但是转回的组合员没有办法有变数名称 所以它最后这些at什么 通通都是数值 那那个数值有些是代表记忆体位置 有些代表是常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OK OK你可以看到我们把上点bin也 也 转成 转回变成机器码 变成组合员 所以各位 请试试看这个动作 就是 你试试看这个动作 你把 待会 把这两个动作 给做一下 我们 贴给大家一下 OK 有同学进来 OK 怎么感觉有很多不是我们学校的人也进来 OK 暂时我先把那个我们操作的东西贴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我这边 我做了 HDASM 这个动作 对 那个路径我没给 我给一下路径 我的路径是在那个 SP code底下的这个 给各位一下路径 你看起来会比较知道 我到底是在哪里操作这个东西 OK OK 好那你 你们做一下这个动作 看你们能不能成功的执行 这个 这个 HDASM 去做 反 反主意的动作 就是把 机器码再转回 转回组合语言 只是这个组合语言的 里面就不会有变数名称 不会有什么at i at some 那个都不见 都只剩下绝对的位置 好 你们不用改 你们除非是用Mac才需要跟我一样改 那其实你们不用改 中间问程式码改哪里 其实不用改 那因为我的程式码因为里面可能有一些东西 那没关系我就 再 推回去好了 然后我刚刚的修正推回去 那你们 最多就是从ingit pull 就好了 那我重新推回去好了 我推回去那各位在 重新拨一下 就可以 不用改 OK OK那请各位试一下 看看有什么问题 你就可以直接发言 用 用那个 语音直接问我就可以 那如果你 你不想用发言的 你也可以用留言讲 都可以 我刚刚进来的同学应该还是我们系上的 因为这个Google有警告说不是国立金门大学 可是是 因为你们没有用国立金门大学的Gmail账号进来 所以他一直警告我这些事情 所以我还想应该还是大部分是系上同学 OK 这样子 试试看 看看可不可以成功 可以成功的话回应一下 可以 成功 让它 HDSM 如果你可以执行HDSM的话 你就回复一下HDSM执行成功 OK那目前看到有一位同学执行成功 OK三位 OK那就没有问题 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执行成功 那就请你看一下这个程式你能不能看懂它 这是一个反主义程式 我们的输入就是已经编完的二进位码 那这二进位码完全是一个印象档状态 所以它不是一个有格式的目的码 那就是完全是机器码的串列而已 机器码的区块而已 那我们就一个指令一个指令去解读它就可以了 那我从指令记忆体读进来 指令记忆体我先把它的档案打开 然后读进来整个就是指令记忆体 然后最大的指令最大目前我们是测到32768 然后把这个档案读进来之后 然后放到指令记忆体 那它呢总共有几个 它会放在imtop 就是说如果整个程式的指令现在编出来有18个 那这个imtop就会是18 那所以读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就会放在im里面 所以我有im和imtop 就知道说整个指令 记忆体现在是读了多少进来 然后这个数字记在imtop里面 然后指令全部记在im里面 那指令记在im里面 我们就开始呼叫dssm 这就是真正的反主义的函数 那反主义函数一进来 就是我们从0开始一直到imtop 每一个指令我们都做什么事呢 都做把它反主义的动作 首先我们从imPC里面取出指令 因为PC现在是0 所以是第0个指令取出来 它等一下是1就第一个指令取出来 那一直到imtop才会停 然后呢我们先看 如果是0i跟0x8000是0的话 也就是说它最前面的那一码是1 最前面那一码是1 16位元的最前面那一码 最高位的是1的话 那就是C指令 如果是0的话那就是A指令 是0的话是A指令 我们就写at那个数字就可以了 就直接输出at那个数字 所以我们这边有看到 我们刚刚执行 执行这个 以这个add.bin而言的话 我们是不是输出at2 因为它的这个指令 应该就是0x0002 所以它就输出at2 那接下来如果是C指令 就是像这一类的 D等于A这一类的 那你就要先去把它的指令给解码 解码出来 我们就是先把它的A栏位 C栏位 D栏位 J栏位 通通都解码出来 那解完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acd这个是多少 那我们就看到说 如果是A栏位是0的话 那应该就是 那个C指令的那个表里面 应该是所有的那个 am的部分通通都是a 否则都是m 所以要看A栏位是0还是1 来决定到底是从A指令 从A栏存器 还是从B栏存器 去 那接下来呢 我们 我们可能要把那个 投影片拿出来一下 各位现在 可能忘记太多东西 我们先 先把Name to Tetris的 投影片拿出来一下 各位才会有印象 我们到底现在在干嘛 好 那我先把投影片拿出来一下 好 这边 我们应该在第四章的时候 就有那些指令 好 第四章 好 那这个 第四章的指令 部分 我们找到那个指令表 OK 好 慢慢的到指令表 OK 来 看到这个指令表了吗 我们是不是 有看到这个 如果是C指令的话 前面三位应该是E1 对不对 其实 只要第一位是E 我们就认为是C指令了 后两位其实是没有用到 所以 他暂时都填E 可是其实他不管 我们可以不管 那再来A栏位就是这个 用来代表说 这边到底是A还是M的 他是用来区别到底是A还是M的 所以我们刚刚那边的 就是用A栏位来判断说 我到底接下来是应该用A还是M填进来 这个是AM的部分 那接下来如果你看到他C栏位是101010 那就应该是 是 运算码是0 就是运算的组合元是0 然后1111运算的组合元应该就是E 111010运算组合元应该是-1 然后101100 那组合元应该是D 那这边往后看 01组合元应该是D加E 000010应该组合元是D加A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解码这个 C栏位的COMP这个区块 那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解码COMP这个区块 有没有 我们说0x2A 2A是什么 就是刚刚的101010 这个写成16进位就是2A 好 所以如果0x2A的话 那就是OP 这个OP就是刚刚的那个运算部分 就是0 否则的话是全1的话应该是1 111010就是3A的话 那应该是-1 就这样子一路照着做下来 注意看到这里 30也就是110000的时候 它是根据A栏位来决定AM 所以这个是用这里我写AM 要码就是A 要码就是M 要看A栏位的词 11111100A或M 这里110000 这个要码就是A 要码就是M 那你要看这个A栏位的词 它A栏位的词 刚刚我们已经把AM设好 所以直接把AM填进去就好 所以这里之后开始有AM出现 这都是代表它要码就是A 要码就是M 所以要码这里会填A 要码这里会填M 所以这个可能是NOTD 这个是NOTM或NOTA 这个-D -A或-M 这D加1 这边是M加1或A加1 这边D-1 这边是M-1或D A-1 这边是D加M或D加A D-M或D-A 或A-D或M-D DM的M或DM的A DOM或DOM 所以我们就完全根据那个C的值 就是那个C1到C6的那个值 然后就可以把整个机器码解回组合源 那解回来之后我们放在OP里面 所以这样还没完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A栏位和C栏位 但是我们其实还有其他栏位需要看 还有哪几个栏位看呢 刚刚已经看过A栏位和C栏位 现在我们还要看D栏位和C栏位 我们才知道说最后输出应该是什么 那D栏位是什么呢 D栏位你看这里 D栏位 我们不用再用 我们不用再用这个SWITCH了 为什么 有人进来 稍微 我核准一下 好 OK 那进来的同学先看这个讯息墙先跟上 好 OK 那我们 我们回到程式码 这边如果 D栏位不是0的话 那就代表我们D栏位有东西 那D栏位有东西 我们就先把它 从表格里面查出来 然后印进去 印出说 像这个D等A这样的东西 因为它等于前面有东西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有印等于 那如果等于前面没东西 那等于也不要印 好 所以这个DTable DTable到底是什么 DTable我们看一下 DTable就是这个啊 AMDMD 然后AAMADAMD 这个 这个叫DTable 好 那JTable就是这个 JGT JQ 那前面D铃格 通通都是孔子串 因为就代表那一栏 没有用到 好 OK 那所以 我们基本上就是把000到111的那些东西 全部列出来 在这个DTable和JTable里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 就可以用这个 sprintf先把head做出来 然后再 这个是等号前面的东西 然后等号后面东西呢 就把刚刚做出来的那个 D加A D-A 那些东西全部 给它贴 接进去 用STRCAT把它接进去 接进去之后呢 我们看到 如果它有J栏位 那我们就要把J再接进去 那我们先放在 刚刚前面的部分 全部放在head的这个变数里面 目前我宣告100 应该 不会超过 但是 呃 你在C元里面 总是得宣告一个常数 那 那 只是这样子的话 你在使用的时候 常常需要小心一点 否则会有缓冲区异味的问题 好 那我们先看这个 head就是刚刚的那个前面做出来的 码 那如果JTable有东西的话 那就把它印出来 中间印个分号 去分开 如果JTable没有东西 那就不用 就不用印分号 就只插在有印分号 跟没印分号 那因为有印分号 后面就会有跳跃指令 那以我们这个例子 刚刚没有跳跃指令 我们看上的例子 我们上这个例子 这里就会有跳跃指令 对不对 像这个0 JMP 这就是一个跳跃指令 这个中间就有分号 这就是我们这一个程式 会执行这一行去印出来 那另外这里 DJGT 这也是一个 有分号 有跳跃指令的东西 那他就会执行这一行 那对于那些没有 没有跳跃指令的东西 像这个 他就执行的是这一行 OK 那最后把它印出来 每一行执行完 都把它完整的指令印出来 这样我们就做完了一个 反主义程式 所以现在就请各位 去看一下这个程式 是吗 那了解一下看看你这样子能懂 那其实我这一个 这个程式 现在好像很多东西没用到 所以我似乎可以把它先注解掉 否则反而会干扰大家的阅读 我 就第一行的这些 其实DNA这些是虚拟机的 所以他好像没用到 我们确定一下 OK对 所以这一行没用到 因为这一行是虚拟机才有用 所以我把它删掉 好 OK 其他的呢 就 就 应该都有用到 对 其他的都有用到 好 那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另外有一些东西 那另外有一些东西我引入了 可能没有用 这个韩式库 比如说assert 我目前好像没有用assert 那stream应该是有用到 stdint也有用到 所以目前看起来只有assert 应该是没有用到 好 试一下 哦 有耶 我还真的用到assert 好 ok 好 ok 那这样子应该是 是确认 所以刚刚那个第一行的变数 不需要 才不会干扰大家 好 ok 我修改了一下 再推回去 那如果你要看 更新过的版本 就 请getpool richmaster一下 好 那现在就 请各位先去看一下 请各位先去看一下 htasm 城市码 请阅读一下 好 然后呢 看懂的话 看懂的话 请你回复 啊 hdasm 城市码可以 可以 可以理解 ok 好 好 所以如果你看得懂 就 回复这样就可以了 好 我先休息五分钟 回来 待会看大家 看的情况 我们再继续上课 好 好 好 然 好 我去做了一點點 之後再用一個調子 我去做這些 做些事情 我做些事 做些事情 我去做些事 做些事情 但我做些事情 好那如果你 没有把它clone下来 我这边网址贴上去 你就可以直接看 线上看你可以 好OK这是HDSM这一个程式 好那这边各位 可能会有一些疑问的是 你的c元不够熟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疑问 那像sprintf 这个跟printf的差异就是 它前面有一个s 代表说它不是要印到荧幕上 它是要印到这个op 就是第一个字串里面 所以它会把0印到第一个字串里面 这个会把1印到第一个字串里面 就把-1印进去 d印进去 这个会把am这个里面的值印进去 OK所以最后op就会得到我们的指令 所以sprintf这个要会用 好那这里我又大量的使用了sprintf 那另外我用strcat 是把字串接 接起来 以这个例子而言 head和op它会把op接进head里面 所以head会长大 好那这边又使用了sprintf 那这边又使用了sprintf 所以它一样把后面的这一个 这两个呢 head印到这个第一个persand s 这一table呢 印到第二个persand s 那这样就会得到真正完整的指令 好那最后呢 用printf把整个命令印出来就好了 好那请大家阅读一下 hdasm.c 那如果你有疑问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开启麦克风来问我 不一定要用讯息 那用讯息也可以 如果你不好意思用麦克风的话 好那原则上因为今天是使用视讯会议 所以我 我 我今天就不会中间尽量不会断掉 那学校刚刚问了说 uint16t是什么 这个是定义在stdint里面的东西 stdint里面 那因为早期 早期的诗语言 大家都直接使用那个形态 比如说int啊 short啊 之类的 可是这样就会有很无问题 chart 这样会很有问题就是 像int它是大小是随着那个 随着你的CPU不一样而不一样 那你如果是32位元的机器 int就32位元 64位元的机器 int就64位元 所以我们如果希望它就永远都固定是 比如说16位元的整数 那应该怎么做呢 我引用这个stdint之后 我就可以用 比如说u代表onsign就是5号的 5号的16位元整数就叫uint16 那后面要加一个底线 因为它是一个形态 所以在这种C元的习惯里面 只要不是预设的形态 那后面它就尽量加一个底线 所以它就变成uint16就是onsign integer16bit的形态 那就是一个16位元5号整数的意思 宣告16位元5号整数就可以用uint16t 那如果要宣告16位元有号整数呢 就是int16t就好 那要宣告32位元就 32位元有号整数就int32t 那64位就int64t 就不用再一直什么long啊 longlong啊 longlonglong 这个C元的这些 有时候你会搞不清楚到底它几位元 所以用这个stdint就会搞得很清楚 ok 我想这样应该大家会比较知道 那你可以查一下uint16t 这种东西 浅CC元之 这个 之前都会有short int long float double char 但是 跨平台的时候 那 不同的长度 所以 即使它就会有定义 这样子定义 sign char 就是int8t short int 就是int16t 那 一般的int就是int3t long的话 long的话 long int 就是int64t 这是在你的平台是64位元的情况之下 那 longlong int 如果平台是32位元的话 那 你要宣告longlong int才是int64t 好 所以大概是像这样 你去看一下这一篇 就会很清楚这些 所谓的int16t是什么 好 所以去看一下这个 好 这篇叫做浅CC元之 好 那 同学在问说 这一段在做什么 Ls C指令的话 这一段 这一段在解码 解码 什么意思呢 我们 C指令的格式 回到那个投影片你就会知道 C指令的格式 在这里 我们C指令的格式长这样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如果要取出A栏位 我怎么取呢 我是不是 先把它 跟一个 叫 一个遮罩 做遮 做遮蔽的动作 就是说 我把这个A栏位 跟 001 00000 这些 做了遮蔽的动作 遮完之后 就只得到A栏位 其他的都 被我遮掉 变0 那于是我就得到一个 00A 00000 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把它往右移 12个位远的话 那这个A就会被 跑到这里来 就会跑到最后来 然后 所以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 我们 这个 是遮蔽 0X1000 就是把A栏位的 那个 遮出来 那 所以 我们 用一个例子 一个例子 开一个新的档 如果 如果 如果有一个C指令 我随便找一个C指令 我现在如果 是C指令是1 1 1 然后 A 然后 C 1到6 OK 这里 这样子写不太好 OK 好 这样没关系 然后 D1到3 然后 J1到3 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东西 一群一群分开 分好 好 那意思是 我们如果是这样 这个指令是 例如说 11 然后 1 00000 这个总共6 对不对 再来这个3 0 0 0 然后这个又3 0 0 好 假设 假设我只想取A栏位出来 我只想取A栏位出来 那我怎么做呢 我先把它跟0 我只想取A栏位出来 我先把它跟这个做AND 做AND 把它跟谁做AND 把它跟这个东西做AND 好 两个做完AND之后 你就得到了是这个东西 就得到了 0 0 0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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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把它左移 左移 12位 那就会得到了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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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会得到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不就是A吗 对 那我们就可以判断说他如果是0的话我就做什么事 1的话就做什么事 所以大概是这样 那同样的我如果要遮出C 我想要遮出C的话我怎么做呢 遮出C 比如说 某个指令举一下例 我们假设某个指令是这样的 某个指令是 这里 111然后这个 1然后这边呢 就是 101010 假设是这样 那我如果要跟 他 想要遮出C的话我代表我这里 你应该全用1 其他的通通都用0去遮 那遮出来之后 我这里就会得到的是 这个 101010 那其他都是0 那这时候我就把这个101010 往右移几位呢 往右移几位呢 移6位 16位 16位的话 这样子 我们 得到的结果 16位的话 他就会变成是这样 然后 Wed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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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变成这样 这个就是 11到了6 是吗 所以 11到6 就会变到这里 那我们就可以判断说 OK 它到底是谁 所以整个 整个完整的状况 应该是像这样 应该这里会有听懂 所以我们刚刚的这一段 就是这些都是在做遮罩的动作 然后呢 就是取出那些 染位的纸 就是取出那些单纯的那些染位纸 看看它到底是多少 好 那我把这个也存档 放进DISASM的说明 HDSM的说明 OK 我们放进HDSM 然后我就说明 我放在HDSM.md里面 那这里 待会我会送回去 你之后也可以看得到这个文件 大概像这样 好 这样不知道应该懂了吗 好 这样懂了吗 这个可以回复吗 好像不能回复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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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懂了,好,OK,没问题 好,OK,那就请看看有没有其他疑问 有的话再提出来 这一个城市相对简单 今天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城市 那个城市 有一定的难度 我们今天最大的挑战是在后面 是编译器的部分 好,那看看他有没有问题 如果懂的话就请回复一下 懂的话就请回复一下 应该是说 请回复 继续 继续阅读这个 hdasm.c的城市 然后回复一下 为什么要用两种括号 这没什么 你看一下 AM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字元 所以它是用单 单引号 但是 OP10它是一个字串 所以它是用双引号的 C元只要是字元就只能用单引号 字串的话就一定要用双引号 不像那个Python或JavaScript 双引号单引号都不分 那C元是一定要分清楚的 所以这个代表AM是字元 OP是字串 所以 AM是字元 然后OP OP 是这样的 OK 好那HDSM 没有问题 好 其他同学在看一下 HDSM这样的程式 那我顺道跟大家提一下 像之前 上礼拜 希瑶有再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现在在学 这些课程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有时候会学得有点虚虚的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 因为你是学生 你还没有社会经验 你还没有业界的经验 所以其实你搞不清楚 业界真的要的是什么 那可是其实我们现在教的这些东西 特别像系统神室这个课 你去业界 要看你去哪个业界 因为业界很大 那很多东西在业界会很有用的 那以 比如说我教的课程而言的话 我教的这些课我认为在业界都非常有用 那从网页设计 那从网页设计 网站设计到 到那个 现在的系统人士 然后再来接下来的 软体工程演算法 还有人工智慧 我觉得这几门课现在在业界都非常有用 那有一门课我没提到的就是计算机结构 那计算机结构我们学的是基础 所以你那些观念不能直接用上 在业界不会直接用上 那但是你没有那些观念你会有 很大的障碍 所以计算机结构比较属于 基础知识类 那各位已经都设计了Hack CPU了 那这种基础知识说 就好像你学数学一样 学数学之后你会发现 我不知道它到底可以用在哪 但是等到你真的用上了之后 你会发现 哇原来数学这么有用 那 比如说 数学 微积分用在哪 你买菜绝对用不到微积分 你什么时候用到微积分 就是 你学一些比较难的东西的时候 比如说 你学深度学习的人工智慧 你会发现 里面 要用偏微分 不只偏微分 偏微分 而且偏微分 还要会算T度 然后呢 还要会使用T度下降法 然后 最后你还要用反传递演算法去套链锁规则 去推反传递公式 那这些都是 属于就是你一些基础知识的 数学特别是这样 那计算机结构也是 那另外 我们的 网页设计那些 其实你比较明显知道 如果你看到人家有在应征网页 工程师 网站工程师 你就知道 我学过网页设计 我会弄的这些事 其实我都可以去应征 没有问题 那当然你要对自己有一些自信 那怎么样你才会对自己有自信 这牵涉到 大家要养成一些习惯 什么习惯呢 就是你要去自己去写程式 而不是总是指教作业 如果你总是指教作业的话 你最后你一定会很心虚的 不管老师的作业你写得多好之类的 你还是会心虚的 你要有一些自己写程式的习惯 一开始大家的问题可能就是 那我要写什么程式 那作业的程式当然是很好的练习 但是你习惯自己去探索的时候 慢慢的你会建立出一些自信 特别是Github 你从Github上面学到的那些东西 很多都是业界非常厉害的人所写的 有些真的是传奇人物所写的 那些东西你能够了解他们所写的东西 你就会有足够的自信去业界做 那同样的在系统程式这门课上面 你去业界会非常有用 那什么样的公司会用系统程式 那我告诉各位 台湾是以电子产业为核心的一个国家 那特别是整个资讯领域 电子领域其实是以电子为主的 那最大的公司就是像 比如说台积电 然后联发科 然后新竹科学人区里面 几百上千家公司 几乎很多都需要系统程式 这方面的深入的能力 你才有办法去做 那所以之前我曾经带徐希雅稍微看一下那个104 你可以再从104再看一下 这个系统程式到底可以找到什么样的工作 那使用系统程式去找 你应该很难说 OK我到底找什么样的工作 但是第一个 只要是C语言的工作 大部分都会跟系统程式有关 所以我们这门课会用C语言来讲 就是这样 因为只要是C语言的工作 这里我打C语言就找到GoLang 只要是C语言的工作 大部分都会用跟系统程式有关 那你看到这里我打C语言就有七千多笔 你看半导体工厂工程师 他需要的就是什么样的能力 如果不是做硬体的 那就是做系统程式的比较多 那你看这个Cloud软体工程师 这些里面应该他有写出C语言这个条件 他才会出来 有些还真的没有 所以这个是硬体工作 所以就是这个比较可能像电子系的工作 那看一下 有一些软体工作全端工程师 C语言工程师像这个 你看到这个是机械厂 那为什么机械厂需要C语言工程师 你会发现说 其实因为机械厂总是需要控制机械 那那些控制机械之后 甚至他生产出来产品之后 你要去写测试程式 去测试那些产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对的 那不管是写测试程式 还是写机械控制程式 他都需要C语言 所以这种C语言的工作 很多是这样 那C语言软体工程师 你看这个自动化设备电控系统 这种都会要用C语言来开发的 自动化设备电控系统 所以你只要看到那种科学园区 不管是桃园新竹苗 另外整个科学园区分布在桃竹苗 比较多 桃竹苗已经都到竹南了 竹北竹南通通都是 竹北就进入桃园了 那竹南就进入苗栗 所以这里其实整块从 从台北的新殿 就台北然后往桃园 往桃园之后一路 整个几乎都是 大量的科学园区 那这些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 这样的工厂或公司 他会需要这样的工作 技能 那我们现在因为刚刚找的是语言 所以找到很多语言治疗室 这其实不太对 因为这个104的搜寻做得很烂 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 你看一下迁入式 迁入式系统 这些也都是比较偏向于14亿元 OK 然后呢 这里这个搜寻很多都没收到位 迁入式开发工程师有 这个就是 那Linux的有关的 也几乎都是14亿元 所以你看这个迁入式的特别是14亿元 像这个连城这个是 这个是连电旗下的 应该还不错 那可是当然现在比较强的是那个 连八科系列 那这个连勇好像就是连八科系列 所以如果你进去这个连勇 应该是会比较好的 那以连八科系列旗下的公司而言的话 很多新人就有100多万 一年就有100多万的薪资 所以你当然你现在如果刚毕业 你马上要进去是有困难 通常以我们学校而言 通常会先去过个水 先去比如说你去其他做类似的公司过一个水 然后不是只说过水 就是说你把那个能力 职场的食物能力培养起来 那你再去应征连八科旗下的东西 就会比较有可能进得去 那你看这个连八科集团的这个 这个在台湾算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公司 连八科集团的部分 你看到这里看到的 通讯软体工程师 软体设计工程师 任体工程师 这全部都是要市议员的 那部分以连八科旗下的 几乎都是要市议员的 这里有新竹台元2 其实这就在科学园区里面 所以你会看到这些工作 是不是他说熟悉迁入式系统平台开发 熟悉市议员与inux系统程式设计 了解路由器 为什么因为这个工作应该就是 做网通方面的产品 网通方面的板子 或晶片 晶片组之类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 连八科旗下的其实都算是台湾 很好的工作 那另外像台积电 现在已经变成台湾的户国神山 那这个台积电旗下的工作就 比较不属于软体部分 因为连八科旗下 大部分都是 都是软硬 软硬混合的 那通常连八科是一个硬体工程师要搭配六个软体工程师 所以其实是软体工程师为多 那可是台积电它是制造为主 但是它的软体工程师也需要蛮多的 可是它最大的最大量的人是在生产线 在生产线机台的部分 那现在因为它自动化程度很高 所以生产线机台 所需要的也越来越偏向于不是单纯的 单纯的作业员 因为台积电应该整个都做 做成几乎不用人进去 那所以它很多都 作业员的部分越来越少 它的资本量越来越大 然后你如果去台积电做软体工程师的话 应该就是测试那个 很多是跟一样机台控制有关的 那不然就是测试说 做出来的晶片到底合不合规格 这类的 那不然就是跟制程有关的 那个软体再去改进 那台积电现在在这边 应该也是一样 你如果进台积电 至少一年就算是新人 也是有100多万以上 当然不是生产线的阿扫 生产线的阿扫可能没那么多钱 但是你如果是工程师进去新人的话 通常至少有100多万以上 所以这个东西你说有什么用 现在就是这种系统程式的领域 特别特别适合的就是这种逐科的工作 那像这种RDOS是Real-Time Upgrading System 就是即时作业系统 还有Linux迁入式系统 然后Multi-Code programming开发经验 这个是最好 Multi-Code就是多核心的处理器的城市开发经验 那有Socket programming 我们之后会叫Socket programming VDR-Codec 这个就比较我们不会教到 但是这比较特殊的领域 可是如果有影像处理的课 你去修的话就会学到这方面的东西 OK 所以各位如果对这种工作有疑问 你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像刚刚这种 这种玉林寺上面的工作 你就对你的未来职场不会那么陌生 OK 那其他同学不知道有没有理解的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 因为现在刚刚搬户了一点时间 现在2点48分 那我们休息到3点 再来上课 我们休息到3点再来上课 那我们下一个上课的部分 我们就要看 看这个 我们先跳看后面的章节 我们跳看后面的 这个Compiler2的部分 编印器 那我们要看的是这个C4编印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或许它应该叫C5 因为那是C4我修改过后的版本 所以下一堂课要看这个 所以下一堂课要看这个 好有人要发言吗 好有人要发言吗 好有的话跟我讲没有的话就 我问一下 我问一下它如果显示就是说这样子 是我什么东西没有下载到吗 我看一下你说显示怎么样呢 它就显示这样子 无法辨识词位 你有你有做GCC编译了吗 有 那你有看到HDSM.ESE吗 你说HDSM.ESE 你是在Windows吗对不对 对 那你看看有没有HDSM.ESE跑出来 在你的资料夹里面 没有 没有吗 你分享你的桌面给我看好不好 我把停止显示 换你牵你的桌面给我看 然后你操作一次 你在这边选 立即分享萤幕画面就可以了 这样子 有吗 没有看到你的桌面 目前 有了 现在开始有了 有了 那你操作一次给我看 你先做GCC编译 你能不能把字体弄大一点 因为你这样子字体有点小 看起来很吃力 你按那个Ctrl加 就是在编辑期 对了 你按按Ctrl加 它会放大 好 OK 那你再继续做 你打GCC 然后 然后HDSM.C 你没有打完 HDSM.C-O 你打错了 你后面没有-O 为什么你的跳起来感觉怪怪怪的 对往下的 然后HDSM 然后HDSM 这样就好 然后他说有问题 他说 PC 冲突了 然后我看一下你是Powershare 你加M32 GCC-M32 这样 对 然后后面一样 后面再继续打 HDSM HDSM 对 对 没有 你后面没打 HDSM.C-O 按上键就可以了对 对 OK 他现在跟你讲说 你没有使用C99 或许你应该使用C99 你打一下 就是把那个STD等于C99 也再加进去 你按上键 然后在前面加入那个 回到前面去加入 DashSTD 不是不是这样写 往回往回 往回 到前面 M32的前面打 Dash 空格空格 Dash 然后STD等于C99 对 OK 好 试一下 OK 你这样才能过 因为 你的预设的编译器 它不是支援C99的语法 不是预设支援C99语法 所以要再加这两个 好 那你现在应该就可以 执行 因为 HDSM.ESE出来 对不对 对 那你就可以执行了 好 谢谢老师 OK 好 那大概就这样了 好 那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其他同学 有没有人有疑问的 没有的话我们就多休息一下好了 因为刚刚那个 我们就休息到 三点十分再来继续上课 先休息几分钟 十五分钟 各位需要休息一下就先出去 也没关系 但是三点十分之前请回来 好 好 OK 好 那我先分享我的荧幕画面 好 那这个刚刚看的那些东西 你应该可以参考一下 有一些工作项是南克半导体厂 OK 这是跟半导体有关的 这个比较跟 跟我们的市议员有关 OK 那在足科的薪水通常会比 比外界高一点 好 实际上 好 好 好